安娜親眼目睹爸爸如歷 安娜的媽媽被綁架 Maya很渴望可以回家 我們這客廳的故事 正在世界上 無數逃離殘酷戰爭的兒童身上發生 聯合國難民處 阻止不了武裝衝突和暴力 但是有你的幫助 我們可以確保難民兒童得到保護 重建對未來的希望 請立即捐款 Maya